好吧 肖副见 然后其他就 先走了 怎么了 听说你不飞了 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我就是觉得 那一天你在飞机上 处理事情特别勇敢 而且处理得特别好 谢谢 找我什么事 你的鞋子还给你 我只是信 四肢不用给我写信 不过也好 你终于认清事实了 你不是这块料 那起码我是自己撤退 好像你是逃避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以为我来这儿 修飞机就是逃避吗 那你错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为了更好的飞 我要学习更多的 理论知识 学习机械 学习维修 学习跟飞机有关的一切 而不只是坐在驾驶舱里 看仪表念广播 我要让未来 坐我飞机的每一位乘客 都能够安全地到达目的 我不知道你对飞行 没有什么想法 但上次你跟我说 萨利机长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挺认真 其实也没必要辞职 继续当你的空姐就好了 穿这一身还挺漂亮 拜拜 肖副契 你的鞋 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帮我扔了吗 几十万分之一 但是要是被你碰到了 对我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 你是我女儿 妈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 你知道吗 你还没想到 我要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 学习机械 学习维修 学习跟飞机有关的一切 我要让未来 坐我飞机的每一位乘客 都能够安纯地到达目的 小迪啊 多吃一点啊 好 最近这段时间呢 你也别着急找工作 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让你爸爸给你做点好吃的 补补身体 没有问题 爸 妈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考飞行员 你叫我辞职 我也听你的话 可是这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你可以尊重你 我让你辞职 不是在意你当空姐 我是不希望你再飞了 你再去当飞行员 那你辞不辞职有什么区别呢 我告诉你啊 我就四个字 想都别想 好了 好了 吃饭之前咱们不说这些话 吃完饭咱们再慢慢商量 来来来 吃饭 从小到大我都很听话 很听你们的安排 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我可以自己为自己 做一次决定吗 我再说一遍 想都别想 你从来就不懂得 尊重我的想法 女儿 你说你这女儿 难得活在一次 你这是干吗呀 我们吃 别浪费了这一桌好菜 hirw 你如果想铅 你去一边 就这一桌想吧 这你ch 妈 妈 怎么这么 uniquely academizar 咱们 täily 我今天不 stell 心疼你才这么不奖励的 他不奖励也不是 一两天的事情啊 我就是不明白了 我都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怎么我很多事情 都不能自己做主的呢 很简单 所有的父母 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治苦 更不希望 他们去做危险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 老爸支持你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你的人生 爸呢 就一句话 既然做了选择 就要风雨兼程 永不后悔 谢谢爸 我明白的 你放心 你妈那儿 我会尽量地去说服她 好 就靠你了啊 我 셋 哦 我得 亲爱的葳葳 我告诉你 我考试通过了六十分 高我的一个 真的吗 恭喜 恭喜 看了我这半年的投资 没有打水漂 薇薇 感谢你这半年来的接济我 等我当上飞行员之后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行了 行了 你当上学员以后 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不用 试都考过了 以后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得打我了 那你妈那边呢 还好有我爸爸坐卧底 我妈总算肯接我电话 也算是小小的胜利啦 你们家像是在拍谍战戏哦 对 吴迪 早 祝你成功 谢谢 夏宇 收 等一下 夏董 你真是给我们一大惊喜啊 这一个让我来吧 同学们 来来来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航校的名誉校董 也是我们仲夏航空总公司的董事长 夏博洋先生 首先 祝贺你们 有机会 成为未来航空业的精英 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 是因为我的儿子 也很光荣地 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 谢谢 向来 那 它 借空 你 我不想 那么 那 我希望 你能够成为我的骄傲